台北大中華新聞 新聞介紹來看 郭磊中架這個參與到射到華東連議高朋友 有四千多名會員的中華市老人會 每一年都會來基盤到老人的唱歌比賽 套過唱歌比賽 讓中部的基盤頭卡 除了連議高朋友 也會降格到老人失敗的方向 中華市老人問候中心的節目很多 目前看到的 是中華市老人會基盤的唱歌比賽 不管是怕昏期 也怕暗期 都可以讓市長當頭卡 連議高朋友 頭腦靈活 跟一些好朋友 還有一些小時候 十五十個要好唱歌的人 大家到庭來同樂 促進身心健康 心情快樂 健康的第一基礎就是要心情快樂 所以來怕肌 當然很快樂 看來是健康的第一基礎 在那關心中華的中華市長 把賺機會跟中華的驚喜 林世仁說 驚喜是很溫和的休閒活動 對市長來說 很有幫助 他也鼓勵中華 能夠多多出來參與 市長有厲害嗎 厲害厲害 比我更厲害 市長怎麼這麼中華的驚喜 這個 中華驚喜 還沒去到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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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去到台北 還沒去到台北 還沒去到台北 還被人打開頭 還沒去到台北 還沒去到台北 沒去到台北 沒有去到台北 沒去到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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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次比上次的報名人數還要多 幾乎多了一倍 中華市老人會支出 踏過基盤還有很多活動 鼓勵中部的走出來 手機比賽 這是基盤的一場 只要有適合中部的參與活動 老人會都會盡量來基盤 大長的新聞 中世良 中華 蔡宏報道